水谷损手握六个赛点 可惜他面对的是徐昕 人民的艺术家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在连续挽救六个赛点之后 他仍然保持着对水鸟的全胜记录 虽然他不是中国男兵里面成绩最优秀的男 但他一定是国兵里面打球最秀的男一个 我们不用怀疑许欣的天赋 只是直拍打法限制了他的高度 即使这样 他仍然是中国男兵里面不可缺的 滴血翻盘是你最喜欢看的赢球方式吗 那种令人窒息的赢球快感会令你热血沸腾 如果会 那么恭喜你 艺术家许欣就带给你滴血翻盘观看体验卡 VIP版 这是2016年科威特公开赛八强赛 许欣面对有自己的老对手水骨笋 许欣之所以被称为人民的艺术家 就是因为他进攻犀利 观赏性高 而水骨笋又是外协会的高手里面 防守比较好的一位 所以这场比赛更像是矛盾之争 从首局的比赛看 许欣的矛无法刺穿水鸟的防守 0比5的开局 让他很快就输掉了第一局的比赛 好在许欣在接下来的第二局比赛一路小比分领先 把比分扳平 在第三局的比赛许欣又在5比9 7比10落后的情况下 实现了逆转 不过 这只是本场大餐之前的一道开胃小菜 好对他 好对他 哇漂亮的就球 好棒喔 还是在这一排是对抗 也就给你 这真的蛮可以配的 漂亮加速 最后的这一把拿球进攻 谁不准11比6从许欣的手上 他就是发力 你许欣你不进攻我就发力 好发力准备了 好 这个是 哦漂亮 好扯开 对 你扯机会就越多了 哇 其实 哇 这个 联系 三球的得分呢 都是靠我使心最拿手的 可惜喔 在追分的过程当中 对 对 在自己 对 对 在自己 在追分的过程当中 哇 漂亮的拉球 这个球 所以 压力 其实是个人 哇 这个时候也是出现的呢 应该更积极 对 哦 有处啊 你信这个 应该念力把冷汗 好 抢弓 对 还是打错位置 的机会啊 拿下这一局 拼了 再来一板 哇 出界 这个球能要打进 又是 好的机会 又打出 反达 放进去两半 居心正手 再来一板 好 放高球 我想会打 水果准的反手的 哎 他也了解 一个站位 对 这个球水果准应该要拼了 好 拼球 漂亮 哇 漂亮的反达 哇 现在中国选手水星 反而有人的取落点 好 拆开 拼球 看别话讲 这个 这个地质信心 就要看出这个 比赛的 对 进攻 哇 有经验的一个选手 那中国这个 如果两个教练 也能够 好 应该主动先拉 先拉起来 随着 随着许心发球之后的侧身强攻得分 他也把大比分改写为2比1 之后两人又各胜一局 双方来到决胜局的较量 水果损开局就取得3比0的领先 虽然之后刘国梁果断叫了暂停调整 不过也没有止住许心的颓势 暂停回来他又丢2分 0比5落后的他 一只脚已经踩在了悬崖之下 但是这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比赛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许心都不会这样轻易放弃 也许这就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吧 随着两人的精彩队拉后 水鸟10比4领先 拿到了6个赛点 就在人们以为许心大势已去的时候 没想到属于艺术家的表演时间才刚刚开始 要帮个鞋带 我觉得第二级的是喜新这一边 他可以制造 让喜新呢 没关系你着急我就要慢慢来 当然水果准还是会逮到一个机会 全力一拼 那水果准的经验尤其在发型段 他事实上是有机 水果准应该会拼一球 反手起拼了 哇 确实厉害 这个球呢还可以直接的反拉 好 那现在是先 这是长球的对抗呢 好 初拍 对 可以看这个中国选手 这个 要凭这种心脏呢 努力拍短 哇 太高了 好 第二个接发球 准备直接上手 还是白短 还 打法 好 哇 结果打高 随着许欣的正手大角度得分 他在4比10落后的情况下连得8分 上演了一个不小的奇迹 在自己辉煌的荣誉本上 又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怎么样 你觉得许欣送上的这盘大餐还和您的胃口吗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人啊 我今天给你机会了 你没把握住 这不怨我 这是可惜了 对 后面的处理太保守了 而且都是防守性的回击 一度是跟胜利只差一球之隔 那最后呢 水谷准这边 还是没能够来突破这个许欣的障碍 那这一场比赛真的是高潮迭起